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财务学习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主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第十讲 投资项目评价原理与方法之第三小节 投资回收期法 也是属于我们投资项目评价基本方法当中的第二种方法 叫投资回收期法 在这节课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投资回收期的概念 投资回收期的概念是指从项目的投建之日起呢 用项目所得的净收益偿还原始投资所需要的年限 那么在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咱们这张图片里面显示的高速公路 那么高速公路呢,可能前期我们讲 前期的三到五年建设期呢,我们会投入大量资金 那么后期我们应该说大部分时间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是会获得一个什么现金的净收益的 那么大概要花多少年才能把这个通过净收益的加总去覆盖了我们前期的投入呢 我们这个年限呢,就是我们的投资回收期 这样一说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投一个项目,到底到什么时候 你后期的这个净收益能够覆盖我前期的投资 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投资回收期呢,同时存在两种类型 包括一个是静态的投资回收期,还有一个是动态的投资回收期 那么所谓静态的投资回收期呢,是指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直接进行现金流量的计算 那么动态的投资回收期呢 比较于静态,它就是考虑了我们的货币时间价值 它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现金流量呢,进行折现以后进行计算 那么这两个呢,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啊 我们讲静态的投资回收期呢,可能相对来说计算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动态投资回收期呢,可能计算起来 虽然复杂,但是比较准确 因为它考虑了我们的货币时间价值啊 那么后面呢,我会给一一给大家介绍 静态投资回收期怎么计算 动态投资回收期怎么计算啊 那么第三页PPT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投资回收期的决策原则 那么跟我们前面介绍进行执法一样 同样,它肯定会存在一个 这个对投资项目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原则啊 那么在运用投资回收期法时候呢 同样也会面临的单项投资和多项投资 那么对于单项投资项目评价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投资回收期 小于决策者规定的最大可接受回收期限 那么方案就可以接受 比如说你这个投资高速公路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计算出来投资回报期可能是十年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高速这个公司呢 运营商呢 运营方呢 他可能觉得我们最大能接受的这个回收期呢 是九年 那么十小于九 那么我们就是 我们讲十大于九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如果是最大可接受期是十五年 那么十小于十五呢 我们讲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我们涉及到单项投资的时候 那么多项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就设定假定其他情况都一样的时候呢 投资回收期越短越好 这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我们花出去的钱 在这个 当然是越快回来越好 越快回本越好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投资回收期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静态投资回收期 还有动态投资回收期 如何在投资项目评价过程当中的运用 通过举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静态投资回收期 在静态投资回收期里面 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情境 第一个呢 我们是假设项目建成投资之后呢 各年的净现金流量是相同的 也就是符合我们年金的这个一个概念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计算静态投资回收期呢 就是直接等于什么 等于初期的投资额 去比上每一年的这个相同的净现金流量 我们把它叫做A 也是相当于年金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例一 当一笔一千元的投资呢 发生出去之后呢 当年产生收益 以后每年的净现金收入为五百元 求他的静态回收期 那么静态回收期 我们之前也说了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每个时段花生的钱呢 我们都把它当成什么 跟限制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PT啊 就是静态回收期的这个应该是等于一千除以五百等于两年 也就说明两年的静态回收期 我们就能把什么 把本给回来啊 这是第一种情境 第二种情境呢 是项目建成投资后 各年的净收益不相同 那么这个呃 这样一个情境呢 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实当中的投资项目的这个情况的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把这个公式介绍给大家啊 就PT等于什么 累计净现金流量出现正值的年份数去减去一啊 再加上上一年累计净现金流量的绝对值啊 因为上一年啊 累计的现金流量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正的 然后再除以什么 出现正值年份的净现金流量啊 在这里啊 这个公式呢 可能第一次啊 接触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比较拗口 所以我们通过下面的例案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可能是非常容易就能记住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公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 某项投资及现金收入如下 我们看总投资啊 在第零年也就是在项目投资的初期 我们是啊 付出了什么 六千 然后第一年呢 然后也还付出了四千 那么这从第二年开始呢 就会有一个现金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况 那么收入呢 第二年是五千 支出是两千 所以产生的净现金收入呢 是三千 第三年是六收收六千 支两千五 最后进而是三千五百 那么第四年呢 收是八千 支是三千五 最后进而是四千五百 第五年呢 我们讲进现金收入是四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公式 怎么样去计算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呢 首先 累计进现金 我们讲 累计进现金流量出现正值的年份数 是在第几年呢 累计现金进流量出现的 应该是 我们来算一下 负的 前期是负的六千 加负的四千 应该是负一万 那么第二年呢 出现是三千 第三年是三千五 再加起来是六千五 是吧 至少在第三年末 我们还是 这个进现金流量呢 还是负的 是负的是多少 三千五 到第四年之后呢 我们流入这个进的四千五之后呢 我们才正式开始什么 累计进现金流量出现正值 所以 在这里的年份数呢 我们应该对应的是四 因为从第四年 我们才能 真正的开始 这个进现金收入 覆盖前期的总投资 那么第四年 然后我们接着减去一 这是我们第一项内容 然后再加上什么 上一年累计进现金流量的绝对值 绝对值 那我们上一年的累计进现金流量 绝对值应该是等于多少 应该是等于负的三千五百的绝对值吧 负的三千五百 这个怎么得到的呢 就是还是负的六千加上负的四千 再加上三千加三千五 得到一个负的三千五 一绝对值之后呢 就是三千五 然后在笔上出现正值年份的进现金流量 出现正值年份的第四年 四千五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最后得到的是三点七八年 这个我们如果是多做几十这样的 同样类型的题目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公式呢 是非常好容易记忆的 非常容易记忆的 这是我们静态投资回收器里面 设计到两种情形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以后 比较更加复杂的动态投资回收器 如何计算 那么这样 这里同样有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长得非常像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各年净收益不相同的 静态投资回收器的计算 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我在这里用红字给它标出来了 叫第一个是 先是累计折现值出现正值的年份数 加上 减一再加上上一年累计的 折现值的绝对值 除以出现正值年份的折现值 那我们注意看 前面我们计算这个 各个年度净收益不同的 静态投资回收器的时候呢 我们设计到都是什么 都是静现金流量 它没有考虑这个货币的 这个时间价值 那我们在这里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就是每一次都把什么 每一年的 这个现金金流量去折现 按照一定的折现率 折现到初期去比较 我们在这里呢 也不过多的逗留在这个公式的记忆 直接通过例子呢 去给大家进行加深记忆 那比如说例三 某公司04年初 计划投资1000万的开发产品 预计从05年开始呢 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为1500元 1500万 年市场的销售成本呢 是1000万 那么该产品系统分析员 根据财务总监提供的贴线率呢 制作了如下的产品销售现金流量表 那么在这里问该产品动态投资回收期应该是如何的 那在这里我们注意了 它是考虑什么 首先是考虑了财务总监提供的贴线率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应该考虑了什么 它是在计算啊 动态的 而且别人问题最后呢 也问了动态投资回收期是多少 在这里我们就根据产品系统分析员提供的这个现金流量表 来进行一个这个动态投资分收回收期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表啊 就相当于04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初期投资100万啊 就是现金要流出去1000万 现金要流出去1000万啊 然后05年呢 我们就开始有这个什么呀 就开始有现金的收入和支出了 那么05年的现金 进现金流量呢 是500 那我们进行一个按照财务总监的提供的贴线率 也就是我们企业的资本成本 或者是我们股东 能够接受的最低的投资回报率啊 去进行折线之后呢 我们发现进现值呢 是428.67 我们在前面呢 04年我们应该也要计算一个 进现金流量的折线值啊 是负的这个我们讲925.93 那么06年呢 是正的396.9啊 07年我们讲进现值是367.51 08年是340.29 在这里我们看是从第几年啊 应该是从第几年开始进现金流量为正呢 我们04年因为是初期嘛 05年是第一年 06年是第二年 07年是第三年 那么我们428.67加上396.92呢 这个数额呢 应该是等于810多 800多啊 还是少于什么925.93的 那么从第三年开始呢 加入进现值367.51之后呢 我们才正式开始什么啊 为正了 所以前面就是那个我们讲的这个 累积折线值出现正值的年份呢 应该是在07年第三年 那就三减一 再加上我们这里括号里面的就是这个 累积为正的前一年 他的呃 折线值的一个呃 加总我们会发现是应该是负的925.93加上428.67 再加上396.92 因为是第三年的前一年的 折线值的这个加总嘛啊 得到这样一个金额 进行个绝对值 再处理什么啊 累积为正之后 当年的这个进现值的数额 是367.51 最后得到是2.27 其实计算过程呢 跟我们这个静态投资回收期里面 涉及到的 每年的进收益不相同的时候呢 是一样的计算结果 只不过是什么 把我们后期每一年的这个 现金的进现金流量呢 按照贴线率进行一个折线啊 来进行计算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动态投资 应该来说 对比静态和动态呢 我们啊 应该是更加认可 动态的这个投资回收期 因为它是 我们讲 遵循了我们财务学的一个 重要的基本理念 在进行现金 这个收支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货币时间价值 今天的钱和明年的钱 都是不一样的价格啊 这是在这里 这讲的例题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投资回收期的优缺点 在这里优点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使用简单 方便啊 我们讲采用这个方法呢 只需要去确定项目投资 前几年的进行现金流量 后期不用管 因为后期是你这个 保证回收期以后的事情啊 就是以后你赚不赚钱 到底亏损 我们在这里不管 只考虑什么 到底要花多长时间 能够把我前期投入的钱 给回来 所以呢 他不必去确定投资项目的寿命期 所有年份 各年的进行金流量 而我们前面介绍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进行值法 就需要什么 确定所有寿命期里面的 各年的进行金流量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他的这个计算起来 会比较简单方便 第二个呢 他的经济意义呢 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容易理解呢 因为我们讲进行值法 包括后面给大家介绍的一些 等等等的其他方法 包括内涵报酬律法等等 这都属于我们财务学 比较专业的一些 这个度量投资评价的一些指标 那么投资回收期呢 即使你没有这个多少财务概念 可能也接触过这样一个指标 就比如说 咱们在自己个人进行投资的时候 比如你想开一个小饭馆 你也会通常会 首先会计算 这个投资大概多少 多久能够把这个本金给收回来 大家都会在心里默默的计算 按照这个指标去计算 然后你如果是在这个 比如说你想别人 想找你借钱 你作为这个想当股东进行 别人对你进行股权融资的时候 你会问这个项目 到底它多久才能回本呢 这个是我们讲 这个意义呢非常容易理解 所以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虽然这个计算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那缺点呢就是 第一个结果不够精确 这也是它的优点导致的 就是说你这个使用的这个计算过程呢 太简单了啊 对于大型特别是如果是小型的项目 涉及到钱比较少的项目呢 可能来说 比如说你开个小面馆 这个摆个早点摊什么的 这种小的这个投入呢 用这个投资回收器可能容易计算 那么对于大型的项目评估的时候呢 你还用投资回收器呢 那就显得不那么精确了啊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方法呢 匹配的与其他动态指标进行结合使用 尤其是要与什么 尽限值指标 因为它是判断你这个项目到底赚不赚钱的一个比较靠谱的标准啊 第二个呢是没有考虑投资回收器以外各年进现金几率量 不利于对投资项目进行整体的评估 这还是我们讲的这个优点导致的 他没有他只考虑什么 投资回收器之前的那些年度的现金几率量 而在之后呢他没有去考虑 所以你也没办法判断这个项目到底是赚钱不赚钱 所以会影响他的整体评估 好今天呢这节课呢就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了一下 投资回收器法在投资项目这个评价当中的使用 而且给大家运用了好几个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例 为大家讲解了静态投资回收器和动态投资回收器的如何计算 在这里呢希望通过这样一讲课呢 帮助大家以后利用投资回收器的方法去进行一些简单的投资评价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